你要是写爱情,就不能仅仅写爱情 要写咖啡色的房屋,挤皱的山卵 要写绿野上灵星的水仙 要写夺步的鹅群和躺在一束繁花上的诗人 继辞曾满怀七季地祈祷自己与爱人化成蝴蝶 用三个夏日的偏仙战胜五十载的寄聊春秋 在他二十五岁离世的那一天 他得偿所愿,又遗恨连绵 只能用亡灵窥探自己的义中人 披着一袭黑纱裙 在凛冽的寒风中肝肠寸断 梁峰扣打着窗帘 但泛妮无心理会 她要用细密的针脚缝着衣衫 每一次穿针引线 都是泛妮与众不同的时尚显现 眼下,她不得不放下未感着好的衣裙 和一家人一起去拜访 邻居布朗先生家中的新客人 布朗先生觉得 泛妮表现立意的打扮十分滑稽 话语间塞满了阴阳怪气的批判 一个少女的微小成就 泛妮不甘示弱 假毫无时尚感的布朗先生 视作一个老顽固 同样与带锋芒地 将她视作珍宝的诗歌 讽刺得一败涂地 你来我往之间 两个人如同疾风交错 被波及的众人 不得不支开这个伶牙利齿的姑娘 让她给诗人祭祠送茶 而这缓兵之际 却让泛妮就此坠入了浩瀚心河 眼前的祭祠 并未如同好友口中所说的那般 被悲伤穿透 她仰着脸高高在上地问泛妮 是否为了前来观察自己 她认定 泛妮妄想用一双眼睛 来看破自己的性格 但泛妮却一脸茫然地回答 自己对她 可以说是毫无兴趣 祭祠用深邃的眼眸打量着 这个谎话脸片的姑娘 然后将话题 引到了自己的服饰上 这可是问到了 泛妮的专业领域 为了让祭祠深信自己的时尚领悟力 泛妮特意展示了 裙摆上独一无二的褶皱设计 但讨人烟的布朗却吞眉而入 不仅打断了两人心知正浓的交谈 还以滋养诗人的灵感为由 毫不客气地将泛妮驱赶 连走前 泛妮不忘妙语莲珠的回击布朗 自己的针线回转 能够吸引更多的侵慕者 并且还能够补贴家用 其实是在嘲讽不朗 自视甚高的才华横溢 不过是一场穷酸的笑谈 而祭祠也不得不在 这犀利的言辞中对号入座 同时也被这个语出惊人的姑娘所吸引 回到家的泛妮 也如同被偷了心神一般 并让弟弟妹妹为自己买来祭祠 长久滞销的诗集恩迪迷翁 只是浅言几句 其中的才华 便让泛妮深深地被折服 她不仅感受到了生命的轻盈 岁月的寂静 以及久久缠没在一起的光阴与晦暗 再次见到祭祠是在一个舞会上 每一支舞 泛妮都有着不同的舞伴 但她还是要抽出片刻与祭祠交谈 不过 她不再说自己的时尚灵感 也不谄媚 也不批驳祭祠的诗歌 虽然他们不是知音 但这一次却偏偏话语相投 祭祠因为弟弟的病情而悲伤 泛妮得之后 愿意为这个苦命的临终人 尽一点心意 也算是对祭祠的宽慰 她剪下妹妹裙子上的丝带 缠绕一个蝴蝶结在手提栏上 当泛妮带着千诚的善意 与敬意登门时 却险些吃了闭门羹 布朗不愿让她惊扰祭祠天诚的灵感 但祭祠听到礼物是送给弟弟后 她异常感激 在自己前途一片茫然时 泛妮小姐还能将她悲天 缅人的善心 施舍在苦命的弟弟身上 一直打扰两人交谈的布朗先生 引起了范妮的反感 祭祠赶忙追出来 邀请范妮同去看望弟弟 范妮欣然地接受了 但她不知道 她将莫睹疾病 如何碾压一个年轻的生命 范妮一袭红裙 点染着鲜活的生命力 但病态上孱弱的少年 仿佛惊慌的兽猫一般 她需要祭祠的安慰 范妮则看到了命运的无情与不公 但厄运便没有停下她的脚步 没多久 祭祠的弟弟就与世长辞 至此 祭祠成为了苍茫世界中的一个孤命人 用尽所能的范妮 缝着了一个精美的枕套 上面绣着一棵苍茂的树 祭祠吻了吻这与众不同的悼念 并决定让她伴着心爱的弟弟长眠 布朗开始催促祭祠出身 祭祠温柔又疲惫地注视着范妮 低声地恳求她 邀请自己共度一段独处的时光 范妮瞬间心领神会 邀请祭祠与家人们一起共度圣诞节 但一旁的布朗 如同触电一般提醒祭祠 已经有约在先 范妮却异于道破布朗的小心思 是她想要与祭祠独处罢了 不过 一切都没能阻挡祭祠 拖着焦灼不安的心来到范妮的家 她渴望在范妮的眼眸中寻求片刻宁静 而非他人左右逢源地攀谈羡美 穿着精美长裙的范妮 在青纱笼罩下如同童话里的公主 晚宴上 众人邀请祭祠坐视一手 可她的思绪 瞬间就被生命的扣问阻拦 她还是没能够 从逝者的哀思中走出来 她只是悲怯地说着 词穷 但更像是认了一场莫须有的罪名 与命运抗衡无果 与灵感相寻无踪 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离开了 将时间与空间留给祭祠与范妮 祭祠颤抖地握着范妮的手 就像两个灵魂彼此奠基后 双双坠入了温柔的海水中 范妮开始请教祭祠如何读懂诗歌 在布朗的眼中 这不过是范妮招着男人的惯用手段 她的冷嘲热讽让祭祠有些头疼 但依然不能够阻挡两颗热切的心相聚 祭祠含魂不清地说着自己的爱慕 但又吝啬于对爱的表达 就像潜在湖中的水 早已是溢满的姿态 却又为了虚荣心而收敛波澜 范妮开始读诗 猜测祭祠的用心是否有半点为了自己 但是妈妈以过来人的经验一语点醒梦中人 祭祠不敢喜欢范妮 因为她无法用一个诗人的窘迫 剥夺一个少女的花药年华 也不曾预想到 一个少女为了爱 已经做好的飞蛾扑火的打算 为了更好地融入祭祠的生活 范妮读完了很多诗 唯一让她感到恶心厌弃的 是来自于布朗从踪作梗的情诗 虽然范妮没打算与布朗过度纠缠 但祭祠却粗意大发 在雨中癫狂暴走 直到布朗坦白 自己不过是为了取笑 这个厚颜无耻 只会在男人面前耍手端的女人 能在一周内读完明家诗歌 而大家鄙夷罢了 但祭祠听罢 却不断为范妮证明 她坚信她迸发的一切热情 都是神圣民节的 不过敏感的祭祠 还是手足无措地询问范妮 是否钟情于布朗 这莫名的疑惑让范妮抓狂 她竟然如此撞击 自己对她始终如一的心 便以自我嘲讽来代替 对祭祠的恶语相向 祭祠的心 瞬间张乱地 如同走进罗网的鸟雀 不住地转圈 却又找不到出路 直到范妮带着粉色的花枝 再次来到祭祠的寓所 看着无视召唤的祭祠 心甘情愿地 卷进一个无比甜蜜的漩涡 布朗知道她在失去祭祠 范妮隔着窗 远远地看着祭祠躺在草地上 她不知道该如何隐藏心中乱撞的小鹿 直到穿过丛林 祭祠对着范妮讲述自己的梦境 梦中她亲吻了一个女孩 就如同此时 她将爱慕落在范妮的嘴唇上 风吹动着窗帘 也吹乱了范妮的心 那个圣洁的诗人 正躺在开满花的苹果树上 注视着混沌的日光 她本是要找到叶银的窝 却无意中寻找到了柔情慢回的自我 围着火炉 祭祠与布朗一同写下自己的灵感 作为最忠实的粉丝 以及朋友间的真诚 布朗警告祭祠 已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在诗中 祭祠写下自己隐阵一般的痛苦 随即又将这种痛彻心扉的痛苦 灌注在范妮身上 范妮从布朗的口中得知 祭祠即将在夏季前往怀特岛 不被打扰的写诗 范妮知晓布朗的用意 但此时这突如其来的恶好 让范妮失去一切说话的欲望 当着范妮妈妈的面 祭祠跪在地上 沉痛地说出了自己的难言之隐 她希望范妮 能被一个衣食无忧的人爱慕着 而非破于穷愁的自己 瞬间 范妮满眼都是失望的泪水 她决绝地表明心计 自己不会再交付至成之爱 也不再渴望被谁私慕 在等待 祭祠来信的漫长时日里 范妮感受到了爱情的魔力 也感觉到了死神的徘徊 直到祭祠在信中卑微地说着 范妮早已用爱 拘尽了自己的自由 此时祭祠的爱是汹涌的 横山跨海般地 救赎了欲念冰死的范妮 而范妮也开始 重新接受天地和草野 便深切地怀念 与她遥遥相隔的爱人 因为祭祠曾提及 愿与爱人化身蝴蝶 于是范妮开始在卧室中 养育那些美丽的精灵 在盛满绵密爱意的信件中 筋润着甜蜜的灵魂 但突然有一天 范妮想要一把刀 她被祭祠剪短的信 伤得体无完肤 祭祠再次为自己的窘困而愧疚 她不想再消耗范妮的热情 更加让人气愤的是 布朗回来了 而祭祠却没有 原野上开满了白色的花 祭祠终于踏着花浪 回到了范妮身边 没有哀怨 没有亲尼 范妮只是关切地 要为祭祠缝补破旧的衣衫 在热光下 祭祠终于吻向 这个温柔又铿锵的精灵 并为她戴上了 母亲留下的戒指 但此时好友 却开始替范妮游移 因为祭祠 根本没有取亲的实力 虽然祭祠是贫穷的土壤 但是这块土壤上 却结出得绚丽惊人的繁花 她枕在爱人饱满的胸铺上 为她朗读着自己的心诗 细腻的呼吸之下 她将心诗取名为明亮的心 她愿他们的爱 如同明星般坚定不移 祭祠再一次前往伦敦 但漫天飘雪的季节里 她却没有穿上大衣 瑟瑟发抖的祭祠 如同一个醉酒的旅人 终于赶回了住所 但是这场猝不及防的风寒 却让祭祠患病 她一度以为 自己会因为窒息而死 但一想到范妮的脸 她便失去了一个诗人将死的勇气 病情的加重 让她不得不放弃范妮 但坚定的范妮没有丝毫动摇 直到布朗诗德 让女仆怀上的孩子 为了解决这个烂摊子 她不得不将自己的房屋出租 而祭祠也因此再一次失去的庇护 好在祭祠的朋友承诺 会为她提供寓所 并提议前往意大利养病 范妮央求着 自己愿意随祭祠前往意大利 也愿意与她结婚共度难关 但祭祠用一个男人的慷慨 释放了这个不安世事多么的女孩 随后 在前往去见爱人的路上 祭祠因疾病缠身 夹之心碎男人 最终倒在了范妮家的草坪上 看着虚弱的祭祠 范妮要求着母亲允许两人订婚 拗不过女儿 母亲只能眼含泪光 算作无奈的许可 前往纳布勒斯的船 将于十天后扬翻 这意味着长久的分离即将到来 在灰暗的灯光下 祭祠将自己的发丝夹在了湿级中 他能留给范妮的不夺 面对范妮的眼泪 她的心开始一片一片地凋落 看着想要对自己现身的范妮 她深沉地低促着自己的良知 两个人躺在床上约定 祭祠会与春天一起回归 但范妮不知道 她等来的只有祭祠的死讯 以及耗尽一生都无法斑驳的回忆 从前的车马很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但从前的旅途也遥远 已经分别就是半生风雪 但继次那短暂的一生 却因范妮的出现而变得意义生辉 是范妮赐予她柔情满怀的灵感 以及长久激荡的渴慕 或许爱就是因为一难平 才变得弥足珍贵 也正因如此对来生的探求 变成了深切的执着 如果再相遇 别忘了她 依旧如同心子般坚定闪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